神舟13号为何要配女航天员 是为了找一个太空保姆照顾男航天员吗 女星上天空有何优势 又有何研究价值 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 中国载人航天与长时间太空滞留的任务量和相关技术的储备脚步显著加快 上一批中国航天员前不久才从空间站返回 与这次的神舟13号发射几乎可以算是执行了一个背靠背的任务 但从两批航天员的情况来看 可以明显地看出上一批航天员是负责进行先驱探路的任务 主要的工作是以调试空间站的设备为主 所以从任务长短而言 两个批次之间有较大差异 这次的神舟13号将携带三名航天员在太空滞留超过六个月 这代表着新年他们也将在太空上度过 并且在这次任务中 中国也迈出了航天历史上标志性的一步 也就是中国首次女性太空行走 王亚平也成为了中国首位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 并且这也代表她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16位太空行走的女性 不过在神舟13号进入期间 一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黄伟芬的采访被爆出 黄伟芬对是否认为未来会有女航天员参加到空间站项目中的提问 表示女航天员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包括对整个城组的相容性 包括生活照料 计划管理等相关的工作 然而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网友认为女航天员上天空要进行生活照料 是为了照顾男航天员 这不成为太空保姆了吗 然而这只是一个误解 这里的生活照料并不是照顾男航天员的生活起居 负责洗衣做饭 航天员的生活照料指的是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餐饮 睡眠 锻炼 卫生等内物的总和 这也是空间站生活的组成部分 不过为什么女性太空行走会引来如此大的关注呢 其实另有奥秘 首先 这一进步代表了女性并不比男性差 是拥有同样行为工作和技术能力的存在 代表着能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岗位上 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忽略女性宏伟意义上 在同等的锻炼时间下 身体素质会相对弱于男性一些 这代表了女性想要实现在太空行走 为了保证安全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那么王亚平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据中方报道 王亚平为此附和百公斤的装备 下潜深水进行四小时连续不间断的作业 依此模拟在太空中的环境 并且穿着相同的设备进行俯卧撑 抓握千球等训练锻炼上支力量 要知道在太空中是没有任何方向感的 因为引力的缺失也没有可攻落脚的位置 太空行走对于宇航员来说 上支力量是自身存活的重要保证 因为臃肿的宇航骨难以弯腰 所以出舱的时候 他们需要仅凭双手漂浮在太空里进行作业 如果遇到情况抓不稳的话 就只能依靠揽线保证自己不会迷失在太空里了 毕竟现在的人类还没有足够能在太空里 进行灵活救援的小型载具 并且女航天员虽然在身体力量上可能会稍显薄弱 但是也有着男性航天员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 本身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据资料表明 女航天员在失重的状态下 雄性激素和铁的代谢优于男性 并且在体内铁含量和产生的毒素也要少于男性 不容易形成血栓、铁中毒、血管、痙攣等问题 要知道在太空中没有引力 人心脏的迸力无法支撑血液完美地在体内循环 很容易产生血栓、苦质疏松等疾病 而女性的先天优势代表了她们天生就能够适应 比男性更长久地生活在太空环境中 并且直到如今 女航天员的数量仍然非常稀少 所以在某些研究上 女性身体的激素变化等情况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当然 女航天员想要适应长达拜年的太空生活 完成包括出舱活动之类的任务 除了本身的技术能力过硬 装备也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而中国女航天员的装备可不一般 因为在天舟三号运载舱中 有许多女性特工的小灶 不仅有化妆品、女性用品、女性服装 还有许多甜点巧克力之类的 以应对女性因为经期可能出现的贫血问题 这些优待 男航天员本身可是很难享受到的 当然化妆品正常来说 在太空中似乎用不到 但是人人都爱美 加上中国早有通过天地链接 进行太空授课的先例 所以这次我们可以期待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能够出现荣光焕发的美女宇航员 在太空中为年轻人们讲解宇宙的奥秘 太空站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 运行速度非常之快 王亚平女士这次就真的成为了环球小姐 等到她回到地面 已经不知道绕了几百次地球 而且不只有这些生活用品 中国还首创先例的 让女航天员拥有了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宇航服 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办法 要知道一套舱外宇航服可以达到120公斤重 可是宇航员自身体重的一倍上下 对于女性来说 虽然失重环境不会让她们无法承担负荷 但是如此的臃肿必然让小巧的女性难以活动 曾经的宇航服是男女共用 这就导致了女性基本无法拥有太空行走的机会 即便有也更像是男性宇航员的寥机 并不能体现出女性更擅长精密工作的价值 但是中国这次就研制出了 更加轻便的女性专用宇航服 拥有更轻薄更易于活动的特点 但宇航服做的那么重 可不是为了让宇航员负重训练的 它要抵御太空中的严寒 真正的内置空调 抵御太空可怕的浮射等等 这些都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东西 所以中国能够研发出更加轻薄的女性航天服 说明中国在材质和技术方面都花了巨大的功夫 中国的航天站按照计划将会在2024年完全建设完毕 也就是所有的舱室和结构全部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 聚望机器自主运行是不现实的 必须要有足够经验的宇航员在太空站上负责对接 而中国独立运行空间站的经验显然并不足够 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有独自建设运营空间站的经验 所以这样的背靠背试任务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中国的科学家也想要进一步探索出 人体在空中可以稳定的极限时间 这后面是一个更大的计划 虽然有太空健身器材 但是没有重力代表着人类必然无法长期待在太空 因为这会导致骨质疏松 如果超越某个法指 航天员会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 被重力牵引导致骨骼破碎和内出血等问题而死亡 但是人类科学家想要能够稳定生存一年左右并返回 因为航天飞机想要飞到火星就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而如果能够在火星上建立基地 虽然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 但是仍然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活动和对骨骼的支持 或许可以生活一个月左右 然后再返回地球 如果真的能做到 距离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的时间就不再遥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